新生代小演员荣子山 2020年因为在爆款悬疑剧《隐秘的角落》中饰演朱朝阳一角 而备受关注和喜爱 此后 他又在古装武侠剧《雪中汗刀行》中饰演了徐凤年的弟弟徐龙相 与郭富城 段一红 张子峰 连妹主演了悬疑电影《秘密访客》 与黄博合作主演了科幻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等 虽然《外太空的莫扎特》收获了一堆差评 但这主要是导演和剧本的郭 若单论小演员荣子山在天中的表现 还是可圈可点的 由荣子山和谭剑次领衔主演的悬疑网剧《你安全吗?》 通过剧情的展现 以及演员的表现来看 《你安全吗?》 可能是一部有悬念又带有喜感的好剧 最亮眼的就是荣子山在该剧中的人设和表现 简直太搞笑了 你能看出来这几张图片中的漂亮女孩子 其实是荣子山假扮的吗? 看那扑扇扑扇的大眼睛 那长长翘翘的睫毛 那修长的手指 还涂了指甲油 如果他不开口说话 还真以为这是位漂亮女孩子呢? 荣子山在该剧中 饰演一位电脑天才周游 他和谭剑次饰演的秦淮 贺雷饰演的沉默 组成了网络三件课 协助公安部门查案 打击网络犯罪 对时下大众比较关心的网络安全问题 都有描绘和展现 比如智能家居安全 网络杀猪盘 购物薅羊毛 照片定位地址等等 可以说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你安全吗? 是国内首部聚焦网络安全题材的网剧 而且该剧为了吸引年轻的观众 整部剧的画风设置 既有紧张悬疑的成分 日常部分又比较轻松搞笑 看起来轻松不累 网络黑客 网络安全卫视 这些与电脑和网络相关的职业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是具有神秘色彩的 而且该剧是将婚恋 教育 养老 职场等现实问题 与网络安全这个主题融合在一起的 该剧既具有悬疑性和神秘感 又具有现实生活的痛感与触感 该剧第一集 上来就是高业饰演的一位妻子 怀疑老公有外遇 于是求助于秦淮 秦淮是开挂了网络技术服务公司的老板 秦淮作为搞网络的人员 给高业推荐了他开发的一款独家应用程序 里边有大数据捉奸四步法 他告诉高业 根本不用像私家侦探那样跟踪 用这个通过大数据 就可以分析出老公到底出没出轨 看到这个 已婚一族的好奇心是不是瞬间就被勾起了 根据剧情预告来看 秦淮和陈默是好兄弟 陈默母亲是秦淮的干妈 当年因为陈默母亲被骗住院 陈默一气之下侵入犯罪分子的网站 植入了病毒 导致复仇计划泄漏 后来陈默好像被抓坐牢了 他出狱后与秦淮重新并肩作战 加上电脑小天才周游 三界合璧 协助警察抓到了犯罪分子 一次次维护网络安全 打击了网络犯罪 今年热播的几部悬疑剧 受到好评的 比如冰与火 罚罪 消失的孩子 多是集中在基督和刑侦破案 这两种悬疑题材上 像你安全吗 这样聚焦网络安全的悬疑剧 太少见了 因为少见 所以有新鲜感 并且不存在官具审美疲劳 该剧总导演曹顿 是古装悬疑剧长安十二时辰的导演 谈剑刺在列罪图鉴中的表现不错 根据预告片来看 这次在你安全吗 中的表演也没问题 该剧的主要看点就是 网络三剑客利用网络查案子的故事 两个青年搭配一个天才少年 好兄弟并肩作战制斗罪犯 所以主线不存在什么恋爱线 不会让观众有打着悬疑旗号的 恋爱剧的担心